哎呦我都不知道买了个啥 啥来了 最近疯狂的收东西买的有点多了 看是啥吧 大箱子大张 有点小热 当当 嘿嘿 现在我的这个卷缸到 也是文物商店出来的 是这个 没什么 4厂的一个文物商店 叫什么来着 我查一下我忘了 我忘了 从那个老哥手里收的 人很不错 他会让给我 真的很开心 他知道我喜欢瑞兽的 他说我这就剩这么多的马蹄缸了 这是过去的卷缸 挺好看的 你喜欢啊我就让你 我给你查一下票 我当时多少钱来的 你只要不让我亏钱 你给我加点就行了 哎呦我说那太感谢了 一查价格很合适 我就接受来就买了 非常棒的一个 这是晚兴时期 先看这个气型 很大很大 力行公式 就是啊 检查一下品项 就必须检查 嗯 对 嗯 就这个地方呢 他说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这个 小颗皮 啊 也是后K 不碍事 这很正常 传世人 所以留下来的痕迹太正常不够了 我说只要没有寸 啊 没有大的磕啊 缺肉啊 这些小抱柚啊 小颗皮 谁在计较这个问题 玩不了这个 几百年的东西 你留下来沙毛没有 除非那种酷臭的 不然你信呢 有个大楼 这种叫马蹄型的圈子 过去就是放画卷用的 文人放画卷用的 暗头非常假的一件 陈设器吧 我把镜头转过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OK好 镜头转过来了 刚查了一下 是这个江苏淮安一个开工公司的大哥 记错了 我以为是四川眉县的一个 好吧好吧 东西呢 我细看了一下 这东西没啥毛病 就是身上这个抱柚点比较多 尤其口原这一块 我们看这个有一个地方 你看这都是小抱柚 你看天然的 这叫抱柚 这就是小抱柚 他说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这个 飞皮点 飞皮就这一块 我看了 然后他拿石膏补了一下 我说这没事 只要不是那种冲啊 磕啊啥都没关系 他说这块可能就抱柚抱太大了 或者飞皮什么玩意儿 他弄了一下 我也就不抠开他了 不去深究他到底是飞皮还是抱柚 反正很小一块不影响什么 你不注意看他看不来 我们可以细看这个柚子很白 龙化的呢还是比较凶的 四招啊四招 然后我们翻过来 一看这个修足跟这个胎啊 这第一反应 这肯定就是晚兴的了 同光时期的东西 好吧 但是老哥跟我说这也是道光的 我也挺纳闷的 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说道光 但是上手一看呢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坚持认为 这应该就是晚兴同光时东西啊 但肯定不是民国 肯定不到民国 你看这个气形还是很端肩的 这是他认为年份早的原因 再一个他主要认为这个龙的这个画法 跟表情还是比较凶的 他不像晚兴时期那种龙 眼睛眼珠子都基本挨着这个前面这个眼瞼了 再一个他认为这个龙爪还是很有力度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道光的一个 呃 卷杆 就我们老把这就叫马蹄杆 就是那种 呃 放在文房上放画卷啊 放那个 呃 画轴啊 或者一些文房器啊 一个东西 很文气啊 云龙文的 你看这种云龙 这也是云龙 他就没有那种云龙三线那种 会把这个龙身盖着的那种云 这种云龙一般都会晚一点 但是这个龙缸 还是很文气的 很漂亮 龙也很凶 看着比较那个 布局方面比较合理啊 他不像有些那种晚清的东西 你看那个龙就是那种呆头龙 或者他那很软 不好看 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柚子包括青花的发色都非常的好 缺陷就是身上这种小的这种杂质点很多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在这个时代 呃 晚清啊 这个时期就是这样子 此期的质量 你说有没有特别好的有 但是大多数来说 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方便的这种瑕疵 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 只要他不是个新的就行 我要买着个新的我就气死了 好吧 文物公司买新货 说多气人 前两天我还在这个 一小拍 咱们国内 不说哪拍卖公司的吧 上海的 一个小拍 买了件东西 我个人觉得那东西应该不到晚清 应该不到晚清 到时候可以做些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也不到晚清 嗯 车远了 咱们还是看这个缸 这是一个卷光 你看这个柚子 很肥厚 而且柚子非常的白腻 这种高白柚啊 就是这种无法叫高白柚 高白柚出现的这种东西的瓷器的质量 跟化工一定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种柚子的质量好 一般好工都是配好料 这是肯定的 谁也不会去把很费劲的一个好工 配一个很垃圾的料 这不合理啊 这也不符合这个逻辑 对吧 他这个高白柚 我们看他这种修修胎 还是用的二层胎 所以他很讲究 他都匹配 你知道吧 我们可以细看一下晚清时期这种胎质 他虽然你看 看起来要比那种轻中的白 但是其实你感觉他就有点嫩有点粗了 轻中是我们看起来有点黄 实际他如果刚烧出来回到一百多年前二百年前 你去看 他一定很白 一定很白 而且那个瓷的质量会比较 怎么说 比较紧 颗粒会小一些 晚清就这种就稍嫩嫩 当然晚清也有好的 这你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读书一定不读死书 读死书玩独子 按图锁集 对吧 谁说啥那就一定啥 那你也玩不了这个 或者说你学不好这个 当然我说这个话有点不合适 可是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说了就说了 一定不要读死书 按图锁集 很麻烦的 对吧 那怎么搞啊 一天出门就光给人抬杠了 是吧 不合适了 我们还是看这件东西吧 好吧 龙头的画法 大家看还是比较凶的 包括他这个龙的这个脖子 这种回头龙龙身 你看他这个龙身这个蜿蜒程度 就不如老康早期那种龙 好家伙卷的那么厉害 对吧 但是他这个的好处什么 这个表情相当道理 还是很凶的 还是很凶的 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品吧 全全美美的 老哥坚持认为他是道光呢 我就反正当晚清 但是我上手看我个人觉得还是晚清 因为保守一点总是好的吧 他也有他道理 也是能交流的 能这个东西的来源比较好 就是无私酷粗的啊 好吧 我是天元 然后我会定期分享一些自己的藏品 以及对这件藏品的看法 还有一些新老啊 短代的一些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